今年香港七一遊行長龍一般的隊伍中 位於龍尾的法輪功學員的隊伍受到矚目 他們打出除惡陽善、天下太平 以及巨型的解體中共結束迫害等橫幅 與港人一道守護香港 參加七一大遊行的法輪功學員 中午12點多已在維園集合 雖然遊行隊伍下午3點左右已經出發 但是法輪功學員得讓其他民眾和群體先行 在酷暑中 他們直到晚上6點多 才從維園起步 伴隨著嘹亮的吹奏 由天國樂團帶領的法輪功遊行隊伍整齊的行進 他們手中的採旗和橫幅 是七一遊行中最亮麗的色彩 今年他們打出的橫幅包括除惡陽善、天下太平 以及巨型的解體中共結束迫害等 香港法輪佛學會發言人簡鴻章表示 20年來 大陸的法輪功學員受到中共嚴酷的迫害 但中共的罪行不光是針對法輪功學員 也針對其他善良的民眾 中國的民眾都受其害 香港的更多人覺醒 他們能夠認清中共的邪惡 香港一些當權的人士 當權者 他們如果越是不肯撤回惡法 不肯改正錯誤 就只為出使更多的人認清 天國樂團中 有其他國家的法輪功學員參與 例如布朗先生特地從澳洲趕來香港支持遊行 布朗先生認為 只有解體中共 香港人和大陸人才能真正獲得自由 希望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能夠認識到中共的本質 儘快退黨 退團 退隊 從中共人大對香港真撲選關上大閘門 引發雨傘運動 到這次港府修訂逃犯條例 引發200萬人上街抗議 香港社會在北京的陰影下進一步撕裂 而目前港府的冷漠也讓抗議民眾感到絕望 簡鴻章表示 其實大家不用悲觀 因為中共已經時日無多 最近一、兩年來 全世界正義力量越來越大 都紛紛站出來抵制中共 從2003年至今 法輪功學員每年都參加香港的七一大遊行 從反對23條立法 到呼籲停止迫害 到今年的反送中 七一當天 法輪功學員的隊伍作為大遊行的龍尾 抵達金鐘一帶時 天色已晚 簡鴻章表示 大家能夠和平理性的去反迫害 光明的未來 對那些守住良知的人 一定會到來